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讲述的是一部悲伤美美的恋情 山楂树之恋 山楂树之恋电影插曲1.26分来自万欧影视故事 开始与文化大革命初期 张艺谋淡化了文革运动的痕迹 删去了众多苦涩的回忆 主演于那段生活的点滴记忆 大白兔奶糖 塑料绳别枝的金鱼 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钥匙抠装饰品 海昏山 渡轮 自行车 绿菌装 还有麻花辫 包括周遭的景致与满街的为人民服务标语 都将观影者带回到那个年代里 窦销饰演老三女讲爱情似乎永远跟缘分牵扯在一起 女孩因为文章写得不错 被选入参加编辑新教材 来到西平春采集资料 婴儿被安排在村长家里住下 男孩正好与村长家关系极好 就这样 他们相遇了 初开的情道无数掩藏 名叫爱情的 缘分带了勾 勾写爱恋的手章 而爱恋又成为了很傻的笑和羞涩的脸颊 急着成长家的联系 把一件钟情的小鹿放在心里 两人隔着木棍牵手一件钟情 大概是所有爱恋里最浪漫的开始 连连的群衫 一片片的油彩花田 隔着和爱相拥 男孩在河边借用木棍牵着女孩的手 两人的倒影和正眼相映程去 趁着无人知晓 两人的手一点点靠近 最后又掉木棍 用整个手掌握住女孩的手 她两个爱情就这样凭空而来 一点点防备没有的开始了 周冬雨是眼镜秋一角跟恋爱中的人一样 为了让女孩在晚上写字 持有着好的光线 男孩送来了一个亮度大屌的灯泡 为了让女孩在写字的时候不再忍受钢笔露水的苦恼 男孩送来了一只崭新的钢笔 看到女孩用脚牌在水泥浇里劳动时 担心她的脚会被水泥咬烂 送来了一双胶鞋 当看到别人用的脸盆带有山楂树的图案时 给自己的女孩也买了个 想着女孩没有排球训练服会受到鸽责 就千里送钱让女孩买件训练服 好景不长 她两头模糟的恋情被女孩母亲发现了 勒令不许在女孩转正期间去找她 买舌银背舌 以心爱着女孩的她怎能忍受她伤心 瓶子里相拥 连周遭的树叶都是个善感的 蹲不了悲欢离合 心知永远在一起 又害怕前赋慢慢 爱情最害怕的便是承诺 承诺一旦说出 就总会有来时间的捉弄 女 还说 我还有一年转正期呢 男孩说 那我就等你一年零一个月 她想要捉弄下着呆瓜 我妈不让我25岁之前谈恋爱 那我就等你到25岁 男孩是铁了心要娶她的 要是到25岁 也不行呢 那我就等你一辈子 你可能还没有爱过 所以你不相信 这世界上有永远的爱情 等你爱上谁了 你就知道在这世上 有那么一个人 她宁可死 也不会对你出尔反尔的 爱情里最不能说的便是死 害怕一语成诚 可以接受分离 但无法接受四别 男孩患了病住院了 害怕自己的女孩担忧 便总是说自己不过是感冒 低伤 抵抗率差 说一些自知是不真实的话 不想让心爱的人为自己的病忧伤 科幻也怎能抵得过思念和牵挂 女孩为了见到她 在医院门口坐了一夜 男孩一在医院走廊上陪了一夜 爱是人快乐的时候没有可比的 是人难过的时候 更是没有比这更丝心裂肺的 叫心残喘而终于抵达爱情海岸 却因一场无药可疑的病症凶复 为何总是这般捉弄 女孩在最后的时刻赶到了医院 所有的谎言请刻画成眼眶里打转的嫩水 我是静秋 我是静秋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一听到我的名字 你就会回来吗 我是静秋 我是静秋 你看你不是说 我穿红衣服好看吗 我穿着她来了 我穿着她来看你了 我穿着她来看你了 旁人催促着她赶紧 叫叫男孩的名字 可是女孩叫不出声 她平时就叫不出她的名字 现在她就更叫不出 她只知道握着她的手 痴呆呆的看着她 她的手还是暖着的 说明她还活着 只不过胸膛没有起伏罢了 她说过的 女孩想着 即使她的一只脚太进坟墓了 只要听到她的名字 就会立刻把脚来看看她 她只知道握着她的手 满花希望的一遍遍叫着自己的名字 她觉得她能听见 只不过被一片白雾笼罩 她需要点时间来辨认是不是她 终究哭话敌不过死亡 女孩看着男孩去了 留下两滴泪 两滴红色的 晶莹的泪 时间 从来不善于处理爱情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女孩依旧会到树下祭拜 那时 也还会有山楂树的轻生女男 会有突然的咒语 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 只不过容颜老去 仍有一片清新的脸 无法跟着的宿集 就连成乌也还在用旧姿势 从山奥里缓缓散开 只不过地矮的屋舍 已变成荒土或者高楼 而男孩涌沉在茫茫沧海的记忆里 仿佛看见从前的一朵红色山楂树花 正好落在女孩的肩上 女孩对面拭目不转睛 看着她的高大英俊的男孩 尾声会等你一辈子 不会出耳白耳的男孩生前把她的日记 现在照片都装在一个罐包里 委托她弟弟保存 说如果女孩过得很幸福 就不要把这些东西给她 如果她爱情不顺利 就把这些东西给她 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 曾经有那么个人 用尽心力爱着她 这世界上是有永远的爱的 我不能等你一年龄一个月了 我也不能等你到25岁了 但是我会等你一辈子 我不会出耳反耳的 这里藏着我爱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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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